嗨,今天要開的是這個黃色的小袋子 那裡面裝的是Samsung 970E或500GB的SSD 那這個不是全新品,這是在兩年前買的500GB 那時候其實還蠻貴,大概4000到5000塊左右 那我們把它拿來當作MacBook Pro 2015年13吋的升級疊 經過了兩年,轉接卡沒壞 可是SSD居然在用的當中就直接壞掉 電腦直接黑掉,然後就不能使用了 裡面的資料也全部都不見了 還好我們有Time Machine,我們把我們資料都有備份過了 但還是有一小部分的Code不見 那時候要把它救回來的方法是 我把我Thunderbolt的外接SSD盒的SSD SN750 趕快把它用Time Machine還原 用那顆1TB的SSD來做救援 然後把之前的資料先救回來 可是還是有些東西是不見了 我們把這東西拿去送修了 禮拜六送修的,那今天禮拜三拿到 所以其實還蠻快的 因為是五年的保護 所以就算我們用了兩年 它壞掉它直接寄一個新的給我們 它應該就不維修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吧 好的,這邊 好,回來了 970 EVO 970 EVO 然後是500G的 那那時候兩年前大概是四五千塊 現在大概是一顆大概是兩千塊左右 因為Apple都喜歡用Samsung的SSD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用了兩年它就會壞掉 這還蠻奇怪的 那這顆SSD其實蠻熱的 所以我在猜說可能是因為過熱的問題 那所以之後的SN750 我也會把它加上散熱膠 然後讓這個熱量導到MacBook的背板 讓SSD不要那麼熱 應該就比較不會壞掉 不過我也不知道 現在的SSD都要五年保護 那希望WD的五年保護 跟成員上的也一樣吧 不過我們現在都會換到WD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欸,這個盒裝好像是原本的盒裝 對,好像是原本的盒裝 不是新的盒裝 我們的 970 EVO在這裡 那上面的碼有改囉 有2020年8月出產 這邊有改 2020年8月出產 好,那可是晚上測一下它可不可以用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來測吧 好,我們現在東西不知道它是不是維修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要用外接盒 來測試一下這個500G的Samsung 970 EVO是不是好的 那其實我剛剛把這個外接盒 Thunderbolt的外接盒剛裝好 不過為了要測這一顆SSD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它拆掉 那現在就不知道拆起來會怎樣 因為我已經貼了那個散熱膠在上面 它會把熱從SSD導到外面這個鋁殼 所以讓SSD比較不會那麼熱 不過我們還是要把它拆掉 那我們現在用米家的這個工具來把它拆起來 那其實這個外接盒其實很方便 因為它都只要用十字的就可以 那我們拿十字 然後開拆 打開了 就不用用了 對 就不用用了 對 但是 對 好 現在有點難拆,因為它那個散熱膠已經黏上去了,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拆膠會怎樣 那我們看到這個散熱膠是黏在這個上面的 那WD的這個保固貼紙,有人說是要把它撕下來,那我是沒有把它撕下來 當然會影響導熱,可是當它非常熱的時候還是會導到那個散熱膠條,所以應該我覺得會有差別,可是希望差別不大 那我是不希望破包啦,所以如果有人知道這個可不可以拆的話可以再跟我講一下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WD的這個SN750先拿下來,那我們要測的是這個,970 EVO 然後我們就去測一下它的速度啊,然後順便把它格式化 那之後我就會再買另外一個外接盒,讓朋友也可以把這個500G SSD當外接硬碟來用 好那我們先把它接上去 然後螺絲鎖上去 好,我現在就先不接盒子,我們直接把它格式化,然後測一下它的速度 來看一下970 EVO在T1KQ這個Cube的Thunderbolt的速度到底會多快 好,那我們出發 好,那我們出發 它這個線跟一般Type-C不一樣,它是Thunderbolt專用的線,所以要記得收好 好,我們把它寄到電腦裡面去 Disk不能讀,原因是為什麼,因為它可能是新的SSD,所以它裡面是沒有東西,所以我們先不要理它 好,那我們現在先去Disk Utility 好,在Disk Utility裡面,我們只要看這個External,這顆Samsung SSD 970 EVO 500G 好,我們確定它的身份了以後,那我們就可以對它來做Erase的動作 好,我們現在來對它Erase,然後把它清掉 然後我這個朋友叫做... Judy's 直接叫它970 EVO 好,那它的區位就會叫Judy's 970 EVO 那這邊要記得要選是XFAT,因為有時候我們用SSD外接硬碟的時候 我們只是要把它當資料碟,500G的資料碟 那資料碟你會希望Windows 10和MacOS都可以讀 所以你會想要用到一個答案格式是兩邊都可以通用的 那XFAT就是這樣子的格式 好,我們選它,然後這個Partition OK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它Erase 好,那它很快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說 你這顆外接硬碟要不要拿Backup Time Machine馬上就問你,那我現在先不用了,沒關係 好,那這樣子呢,這顆SSD目前就是好的了 好,那我們已經把它格式化了 當我格式化以後,我們記得要用Black Magic Disk Speed 那為什麼我現在用手機來做錄影,而不是裡面的螢幕錄影呢? 因為螢幕錄影其實會影響到SSD測速的數值 所以我們用手機錄會比較不會影響到 好的,那我們現在來選 那我們現在來選就是要寫錄的位置在哪裡 那這時候我們就去寫970這一顆 好,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好,然後我們把這個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那我們要測5G的速度 就是寫入5GB它的寫入和讀取的速度 好,我們看一下喔 好,寫入有2100左右 那讀取大概是2400 百多,快2500 那其實這個就是Thunderbolt的極限了 寫入速度和讀取速度差不多都是極限 其實這顆SSD還是非常好的 只是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它之前當系統 Mac的系統碟會掛掉 不過它的體質是很好的 就是因為我這個外接盒最快速度大概就是2000 寫入大概2000多 然後讀取大概2400、2500左右 那它基本上是可以跑滿的 所以這顆970 EVO 如果你今天要買這個硬碟來當T1KQ的Cube的外接硬碟 其實還是不錯 而且現在好像只要2000塊、3000塊就有500GB 那一TB大概是三、四千塊 所以這個你要當外接碟 我覺得也是非常推薦的 只是當系統碟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掛 就是兩年準時掛 可是它的保固是五年 就是五年保固馬上寄回來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服務 那我這次我是選擇 就是我直接騎車 跑到內湖的新瑞奇去換這顆SSD 然後我原本是在原價屋買的 可是原價屋你要送的話 可能它要集合全省一起送 那它要花的時間大概是三個禮拜 然後送過去以後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來 所以是非常久的 所以我乾脆就直接 反正都在台北我就直接跑一趟 好的那這就是現在這顆970 EVO 那之後我還會再幫它找 就是它的外接盒 然後之後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再把它變成外接盒的 一個分享 好先這樣喔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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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